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服饰品牌GAP提高员工满意度的做法,不是提高薪资、规划教育训练等常见的模式,而是改善零售业兼职者的痛点,像是不可预测的工时。 零售业的九成兼职者表示,每周工时变化让他们难以提前规划形成,于是GAP抽取部分店家试行固定颁表的计划,要求店经理为员工安排同样的颁,并导入代颁及时通应用程式,让店经理更容易找到代颁者。 经过为期十个月的实验,GAP发现试行计划的店家,员工生产力提高6.8%,销售额增加9000万元。 第二则新闻。 2023年台股表现亮眼,大盘指数上涨超过3800点,吸引了97.8万户新投资者进入市场。 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指出,20到29岁的年轻人占了开户人数的40%以上,投资教育向下扎根。 投资人持有的前十大股票包括中钢、台积电、国泰永续高股席00878、元大高股席0056等。 不同年龄层的投资者持股偏好差异极大,学生族偏好ETF,上班族偏好大型电子股,退休族则以个股为主。 2023年最受欢迎的股票是ETF,但退休族人偏好个股。 展望2024年,投资者因评估自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,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投资组合,做出理性决策。 第三则新闻。 开放银行在2024年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,预期将有应用程式一键整合使用者的金融账户资讯及交易轨迹,如今却有了新的转折。 身为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之一的远传电信,原先希望借由Friday理财Plus服务提供创接银行账户、金融资料整合的理财服务,让民众方便查阅个人资料及设立储蓄的目标。 不过最新消息指出,因金融资安门槛高,维护成本较大,远传电信将无法继续参与开放银行的发展,直接向合作的金融业者喊暂停。 消息一出,震撼了金融界,更掀起大众对开放银行的发展顾虑,连带影响其他金融业者的参与意愿。 下一则新闻。 日本京都山城运动俱乐部CEO总本量指出,烫剧诱惑是徒劳无功的,成功的人不会刻意抵抗诱惑,而是减少接触诱惑的次数。 研究发现,学生感到压力的主要原因是诱惑物,而达成目标的关键是避免接触诱惑物。 例如,减肥者应避免在家中放置食物。 总本量认为,营造无诱惑的环境是相当重要的,像是在外面读书或写作,也能帮助远离家中的诱惑。 努力只是达成目标的手段,与其对抗诱惑,不如远离妨碍目标实现的障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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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评 订阅 转发 诃 订阅 转发 评 枇意。 Unternehmen很清楚的观点赞 所以我感觉,整体的关键是金瓶和身边的闪太阻地的感觉就是蛇必降的,像是。 感谢观看